大家好,今天彭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红树林》。 第十六章 歌舞团的化妆师从后边抱着小海的腰,将他从楼道里擒回来。 他的身体往下打着转,两个脚后跟像小马蹄子一样弹打着地面, 嘴里发出呲呲的声音,很像毒蛇的喷气。 第二,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使你的脑子很累,心情也很恶劣, 但你的脸上仍然堆满了笑容。 这小家伙劲儿真大。 这小家伙劲儿还挺大呀。 珍珠,劝劝小海,你的话他应该听。 小海,别闹了。 小海看看姐姐的脸,停止了挣扎。 但你看得出,他的小心眼里满怀着对眼前这些人的敌意。 陈老师用化妆纸粘干了珍珠的脸,然后给他重新铺粉描红。 化妆师剥下小海身上的旧衣,将一套黑色的小西服穿到他身上, 还在他的脖子上系上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给他梳头时,他将脖子使劲儿地往一边扭着, 皱着眉头,咧着嘴,露出了一些白森森的小牙。 他的头发纠结成团,梳子插进去难以通行。 众人善意地笑起来。 这孩子真是个刺头。 化妆师用喷雾器往他的头上滋了一些水,终于将他的头发疏通。 绊出来的小海精感俐落,很是好看,众人都赞。 哎呀,好一个小狼官。 大伙拘谨地放在宿舍门口,不时地用手摸脖子, 还对着所有看他的人咧嘴傻笑。 你偷眼看着儿子,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皮物。 许多的往事,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群麻雀, 碰撞的笼子砰砰地响。 你打起精神,下决心不再回忆过去。 好时辰终于到了,上午九点整, 在明白人的指点下,大虎牵着珍珠的手, 小海捧着珍珠长长的群聚, 从歌舞团宿舍昏暗的楼梯上曲曲折折地走下来。 你与王团长等一干人紧随在新人们后边。 下楼梯时,王团长掺着你的胳膊, 好像是怕你摔倒。 其实他的年龄比你差不多大了一轮。 他的殷勤关切使你有些感动, 但更多的还是不舒服。 你知道,他正在活动视文化局长的位子, 该请的课都请了, 该送的礼也都送了。 你准备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因为在珍珠出嫁的前前后后, 他安前马后的奔跑, 出了很大的力气。 职人图报, 这是你做人的准则。 新郎牵着新娘的手一出楼, 等待着看热闹的人们, 就大呼笑叫起来。 还有几个很可能是品行不良的少年, 吹出了尖厉的呼哨。 拉兹按下了那两组安装在车前轮挡泥板上的喇叭, 从他们盛大的千牛花一样的黄桶口径里, 发出了类似三十年代老汽车的智酌名声。 这条平日里很清静的小街上, 出现了空前的热闹景象。 大概有数千个老百姓聚集在这里, 将婚车、拉兹和那十几辆豪华轿车围得水泄不通。 几个警察站在人圈外, 大声地吆喝着, 试图疏散几成一个蛋的人群。 警察的态度非常友善, 看来,他们也受到了结婚喜气的感染。 粗糙的心灵变得细腻起来, 冷酷的心肠变得柔和起来, 脸上的紧绷着的肌肉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松弛。 试歌舞团那几十个打扮得像美丽小妖一样的演员们, 早就排成了两排, 夹到欢送着他们的新来不久的同事去市长家享受幸福生活。 他们的眼睛里发出热辣辣的光芒, 是羡慕也是嫉妒。 他们将鲜艳的纸蟹养起来, 像一阵五颜六色的雪花, 降落在珍珠和大虎的头上, 也降落在阴沉着小脸子的小海头上, 也降落在你的头上。 你穿着一袭试样简单, 庄重大方的天蓝色长裙, 脖子上戴了一挂海珠项链, 胸前别了一枚欠珠胸针, 胸针造型生动, 好像一个顶球的海豚。 夜巴黎婚礼公司的古乐队, 穿着红上衣、白裤子, 头上戴着圆筒般的高帽子, 帽子上挑着红鹰, 在宿舍前的空地上 迈力地吹打着。 歌舞团的舞台监督, 不时时机地点燃了鞭炮, 漫长的鞭炮从六层楼顶上垂挂下来, 几乎垂到了地面。 鞭炮爆炸时, 发出一团紧追着一团的蓝色的电光, 硝烟弥漫, 炮生震暗。 你的心又想回忆过去, 但是你像吞咽药片一样 把过去吞下去了。 新人在冰箱的扶持下 登上了婚车, 小海坐在了珍珠和大虎中央, 好像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中间 插上了一个黑色的惊叹号。 你在群众的议论生理和闪闪烁烁 意义不明的目光注视下, 钻进了自己的座车。 为了给车队闪开道路, 早有准备的歌舞团领导让几个有臂力的小伙子 提着满桶的高级糖果从楼里跑出来。 然后他们就像往鱼塘里撒石一样, 将那些糖往外扬去。 人们向糖扑去, 闪出了前进的道路。 抢糖的大人小孩挤成了一个个的人蛋。 你在车里感到胆战心惊, 生怕把小孩子踩死。 车队驶向大街, 保持着中速前进。 按照你亲自设计的路线, 车队首先渡过公安局, 然后路过检察院, 在珍珠广场上转一圈, 拐上人民大街, 最后直持市委一号宿舍。 公安局和检察院都很安静, 没有人出来观望。 你猜测着公安局长和检察院长的心情。 尽管前途未博, 但在你的心里, 还是产生了一种累死胜利的感觉。 车队进入珍珠广场, 那个高达十米的陈珍珠画像, 扑入眼帘。 画像夸张了他的胸部, 使你感到几分不快。 但画像上的他, 明眸好齿, 敷弱凝脂, 的确是个美人。 他的微笑凝结在画像上, 好像清凉宜人的月光, 知道这是谁吗? 林市长的儿媳妇。 你相信已经有很多人这样问答过, 你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这样问答? 你不但把他的画像竖在了广场边上, 你还请雕塑师们以他为模特, 来塑造那尊坐落在广场中央, 作为南疆标志的猪娘雕像。 广场中央竖起了交数架, 四周围着尼龙编织布, 塑造雕像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你看到大虎指点着那个特大的画像给珍珠看, 但你看不到珍珠脸上的表情, 也就无法猜测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广场上的风吹动了他的粉红色婚伤, 使他窈窕的腰身显示出来。 电视台的录像车冲到了车队的前头, 一个穿黄马甲的摄影师, 扛着机器拍摄着拉兹的彩车。 几个摄影爱好者在广场上奔跑着, 抢拍着婚车的镜头。 他应该满足了一个彩珠人家的女儿,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 怎么可能嫁到我家做新娘? 就连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 地委书记家的儿媳, 结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风光和排场。 车队绕广场一周, 驶向人民大街。 大街两侧的建筑几乎都是玻璃木墙, 车队变形的影子在木墙上快速移动着, 宛如一群鲨鱼的暗影。 在两栋高楼之间, 局促地蹲着一座残破的小楼, 灰色的砖墙上还残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 几个民工站在一堵断墙上, 拄着大锤观看着迎亲车队。 这小楼是原来的大街饭店, 十年前还是南疆县城里最高大、 最豪华的建筑。 当年你的婚宴就摆在这里, 只不过因为你的反对, 满桌的美味佳肴竟然没人来吃, 最后让饭店的工作人员大快了朵疑。 你在车上眯着酸辣的眼睛, 提醒自己不要回忆, 不要回忆, 不要涂伤身。 但往事如汹涌的潮水, 冲破了胸中的堤坝。 你的话如一句重拳, 指导老头子的心窝。 他的脸色金黄, 双眼往上翻着, 几乎看不到黑眼珠子。 然后, 他就喷出了一口血。 林书记! 组织副部长于秋香的眼睛, 像刀子般戳了你一下子, 然后便冲了上去, 将他的林书记扶了起来。 在那一瞬间, 你心中一阵酸楚, 颇有悔旧之意, 但是你没有表示软弱。 你从副部长和林书记身边绕过去,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走进端午节的艳阳里。 你看到秦书记的黑色福尔加, 从人民大道东端, 缓缓驶来, 像一个骄傲, 但又不乏谨慎的动物。 在那个年代里, 福尔加叫车, 就像传说中的麒麟差不多。 他的双眼明亮, 黑色的甲壳反射着阳光。 大街上的人们都驻足观看, 小孩子们跟在他的身后奔跑。 他停在你家门口, 均匀地呼吸着, 缸门里吐着白气。 车门打开, 秦书记从车里挪出来, 小强跟随着他, 从车内钻出来。 这一老一小两块庞然大物向前走来, 县里的干部们, 在县格为主任的带领下迎接上去。 不管是年龄大的, 还是年龄小的, 脸上都堆着笑容, 嘴里都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大喜啊, 秦书记。 秦书记脸上喜气洋溢, 与他们逐个握手, 嘴里也重复着。 同期同期, 同期同期。 小强不理县里的干部, 对着你跑过来。 他的脸上挂着愚蠢, 但是非常纯洁的笑容。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制服, 头上还戴着一顶黄色的军帽。 他跑到你面前, 从口袋里摸出花生和糖果, 递到你面前。 给你, 姐, 你吃吧, 我这儿也还有好多。 他拍着口袋, 炫耀地说, 你没有接他的糖果, 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 他的嘴撅起来, 上嘴唇与鼻尖接在一起, 然后眼泪就从眼里流出来。 你反感地瞪着这个对你产生了很深的依恋之情的二十岁的小男孩一眼, 便把脸扭到一边去。 他在你身边张开大嘴, 哇哇地哭起来。 县里的干部们表情都很尴尬, 好像小强的哭与他们有关。 几个年轻的干部们上前来, 扯着小强的衣角往下顿着, 仿佛要进行秘密的交易。 小强的身体像一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扭动着, 但他的身体高大魁梧, 完全是大人的身架子, 这就产生了荒诞和滑稽。 你看到秦书记用凄凉的眼光看着你, 仿佛在对你发出祈求。 你只好接过小强手里的糖果和花生, 你对他其实没有恶意, 就像你对一个心地纯洁的小男孩不会有什么恶感一样。 但让你嫁给一个智力只有三岁幼童的大男人, 又是另外的一码事。 所以你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猛然地撒向那些围着轿车的人。 其中有大人, 也有孩子。 他们愣了一下, 马上醒悟, 急忙弯腰捡起来。 小强破涕微笑, 学着你的样子, 把口袋里的糖果、花生一把把地撒向人群。 你看到秦书记的脸松弛了, 你听到他问县里的干部。 老林呢? 班子, 你爸爸呢? 哎呀, 这老伙计啊, 这种时候怎么躲着不见人了呢? 你仿佛没有听到秦书记的话, 就像英勇就义的英雄一样, 大踏步地向轿车走去。 你打开福尔加的前门,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司机张了张口, 好像要对你说什么, 但他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的眼睛往前看着, 看到城外火葬场的高大烟囱, 冒着淡淡的白烟, 好像一只巨大的雪茄。 修船场气垂打铁的声音, 虽然很远, 但还是让你感到心神震荡。 组织部副部长于秋香, 在你家门口, 低声对秦书记嘟弄着什么。 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但你清楚地看到了 他那张谄媚的脸。 秦书记对着县里的干部们挥挥手, 然后拉着小枪进了轿车。 本来应该请你爸爸他们好好吃一顿饭, 表示庆祝之意, 但很遗憾啊, 你爸爸身体不好, 只好我们先回去。 开车。 你在秦家吃了很多次的饭, 但乘坐他的福尔家还是第一次。 荣誉的感觉部分的 冲淡了这桩不如意婚姻带来的痛苦。 你坐在前座上, 听到秦书记在你的身后 发出的粗重喘息声。 他这样粗重的呼吸 并不是因为心中激动, 而是他满腹的脂肪所致。 你感到他嘴里呼出的气息 吹到了脖子上, 散发出一股腐败的气息。 司机双眼盯着正前方, 面孔严肃, 但你知道, 这些都是装出来的。 他越是这样, 越说明他的心里 怀着鬼胎。 秦的嘴唇 几乎触到了你的脖子上, 他对你说, 你爸爸的心情 我很理解, 可怜天下父母亲啊。 其实啊, 他完全可以放心。 懒得, 我很早以前就把你当成了自家的孩子。 啊? 他嘴巴里的臭气热乎乎地喷到了你的脸上, 你将身体尽量地往前探去, 额头几乎触到了玻璃上, 但他的嘴巴还是不知去得跟进, 幸亏小强帮你解脱了窘境。 小强双手捂着小腹, 大声喊叫着, 我, 我要杀你啊, 我要杀你啊。 司机的嘴紧绷着, 但笑容还是从他腮上表现出来。 车停在了路边, 司机下了车, 拉开车门, 小强像个大肉蛋子滚下去。 他的腰带发生了问题, 解不开, 急得在地上蹦高。 司机帮他解腰带时, 他已经将半泡尿撒在了裤裆里。 你看到尿水沿着他的大腿内侧流向裤脚, 并且滴到了斜脸上。 你慌忙转过眼睛, 往前看。 远处的海面上, 几艘挂着破饭的船, 像幽魂一样, 幽荡着。 你听到秦书记在你的身后说, 他会长大的, 就像某些品种的水稻一样, 他的特点是, 玩手。 车沿着海边的沙石路, 向前及时, 车轮卷起的沙子, 打得车挡板, 发出急语般的声音。 小强在车后座上哭哭啼啼, 裤子尿了, 他感到不舒服。 车内充斥着热哄哄的尿骚气, 你摇下了车窗的玻璃。 胆子, 你天生就是个坐轿车的, 第一次坐车就会摇玻璃, 市里的几个干部跟着我坐了好多次车, 还不会摇玻璃呢。 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但心里竟然也得到了一丝丝安慰, 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夸奖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海上清凉的风从车窗外灌进来, 路边的安树林就像一抹抹的残云, 飞快地被抛到后边。 你知道, 红树林就在前面不远处。 你想起了几十年前, 与马叔第一次骑车来红树林的情景, 那时候你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你想起昨天到红树林养猪场找马叔的情景, 这时你已经是个心事重重的女人。 一只贴着路面飞行的燕子, 因为躲避不迭撞在了车前玻璃上, 啪的一声响, 燕子落地, 玻璃上留下了一块肮脏的血迹。 停车! 你捡起头破血流的小燕子, 感受着她的正在散发的体温, 眼泪奔涌而出。 秦书记大怒, 训斥司机。 你怎么搞的, 啊? 你出现在养猪场时, 食堂里正开午饭, 与你一年前离开时一样。 知青们用勺子和筷子敲打着糖次碗, 发出了一片片叮叮当当的响声。 食堂前面的广播喇叭里正在播音, 播音员小琪是个满脸雀斑, 下巴尖尖的姑娘。 说起话来鼻音很重, 好像刚得了感冒。 她是地区武装部长的小姨子。 你在食堂门口一出现, 就有一个女知青大声喊叫起来。 哎, 琳琅! 哇, 琳琅! 她的喊叫吸引了全体知青的目光, 敲打蜿蜒的声音停了, 小琪的声音就格外地响亮起来。 在李铁梅很抒情的歌唱声里, 你毫不退缩地朝马叔走去。 她站在紧靠着打饭窗口那儿, 一个身体圆滚滚的姑娘与她站在一起,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身边划过去。 千良鞠、金大川、杜丹娘、孙小莲, 众人的目光追随着你, 将你送到了马叔面前。 她在你面前低垂着头, 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 这是她在你面前的一贯态度, 你的心中突然充满了对她的仇恨。 你认为她这副懦弱的模样完全是伪装, 其实她的内心比铁还要硬。 你跟我出去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儿呢? 你跟我出来一下。 她看了一眼身边的曲圆圆, 又看了看知青的队伍, 开口。 有什么事儿, 你在这里说吗? 你转身就往外走去, 你知道, 她不敢不来。 她提着此碗, 低着头, 跟在你背后, 往外走了。 众知青的目光扫射着她, 使她不敢抬头。 屈原院竟然, 也跟着她往外走去。 部分知青的脸上, 浮起油滑的笑容。 你站在食堂门前, 那棵木棉树下等待着她。 在离你两米远的地方, 她停了脚, 看你一眼, 紧接着又低了头。 屈原院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 也停了脚, 她昂着头, 直瞪着你。 眼神里有许多的挑战意味, 你与她对峙着, 仿佛不共带天的仇敌, 终于, 她的眼神软了, 她的头虽然还没低下去, 但她的目光已经散了。 请你离开, 我有话跟她说。 你, 你说你的, 云我有什么想干? 我要你滚开! 你大声吼叫着, 你自己也想不到 会发出这样凶暴的声音。 屈原院的双脚往后移动着, 嘴里嘟弄着。 有什么了不起呢? 有什么了不起? 在你的逼势下, 她退到了食堂门口, 然后身影一闪, 不见了, 你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知道吗? 我要结婚了。 祝你幸福。 你感到眼里的泪就要涌出来了, 但你克制着。 你不想知道我要嫁给谁吗? 告诉你, 我要嫁给地位书记的儿子, 就是那个被你爸爸打掉过 梅牙的地位书记的儿子。 祝你幸福。 她的儿子是个白痴。 二十岁了, 但治理水平还不如三岁小儿。 她每天夜里都要尿床, 她除了知道吃, 几乎不知道别的。 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九十公斤, 但是她还是在吃吃吃, 我就要嫁给这样一个人, 你心里欢喜吗? 我不知道。 我祝福你。 你跟曲元元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就是那种关系吧。 眼泪终于涌出了眼眶, 你将脑袋抵在了木棉树, 粗糙的树干上。 林兰, 请原谅我吧。 我真的配不上你。 曲元元的爸爸是做煤球的, 跟我很合适。 这也是我爸爸的意思。 你撒我。 你带我去见你爸爸, 他在哪里? 他还在铁山岗, 劳改农场。 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就忍心看我嫁给一个白痴吗? 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梁九终于将那颗瘦头抬了起来。 林兰, 我真的配不上你, 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你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走进了食堂, 哭泣之声从你的咽喉深处发出, 你把脑袋往树干上撞着, 树上的叶子嗦嗦地响。 骗子, 流氓, 虚伪。 你边哭边骂着, 是骂马叔吗? 也不一定。 金大川端着饭碗走到了你身边。 林兰,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你看着金大川那张坚硬的脸, 一种本能的厌恶从心底泛起, 你掏出手绝擦擦脸, 开口。 谢谢。 许媛媛刚刚做了人工流产。 这与我没有关系了。 福尔加进了市区, 那时候机动车辆很少, 宽广的大街上, 只有几辆马车在行走。 马蹄嘚嘚, 声音清脆。 马车过后, 留下一行冒着热气的马粪单。 福尔加停在了秦家门口, 市里的干部迎了上来, 一挂鞭炮, 乒乒乓乓乓地响起来。 谁让你们搞这一套? 你待在车上不动, 小强下了车, 咧着嘴对一个干部哭诉。 我的姑姑娘失了, 我的姑姑娘失了。 拉兹的踩车停在你家楼前, 鞭炮轰鸣, 犹如战争爆发。 时光流逝二十余年, 那场婚礼宛如在眼前。 你打点起精神, 应付着乱哄哄的局面。 谢谢。 金大川, 钱良鞠, 李高朝都在这里帮忙。 金大川很买力, 好像半个家长。 几个女人将陈珍珠嫁进了你家的小楼, 小海跟随着她的姐姐也进了小楼, 大虎当然也进去了。 车上的人们都是你的亲信部下, 从车里下来, 逐个地与你握手。 祝贺您。 谢谢。 祝贺您。 谢谢, 谢谢。 繁忙闹嚷的白天过去了, 客人们都走了。 大虎和珍珠进了洞房, 小海也进了那特意为他准备的小房间。 你关了客厅里的灯, 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电话响起, 是金大川。 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不会有什么事吧。 但愿如此。 我说亲爱的, 年轻人进了洞房, 你还在那里干什么? 难道你这个婆婆还要听爽吗? 亲爱的, 什么事过来, 咱们也放松一下。 你的心里热了一下, 但马上就冷了。 不, 我累了。 然后你就把电话挂了, 电话铃随即又响了起来, 你连听也不听, 就把电话插头拔了。 你把卧室的灯也关了, 你脱了衣服, 换上宽大的睡袍, 你点上一支烟, 依靠在床头上吸起来, 红红的烟头照亮了一块巴掌大的黑暗。 你赤着脚, 像贼似的摸到了大火的洞房门前, 你感到心跳得很凶, 伸出手捂住胸口, 你听到屋子里有珍珠的抽气声。 在小海的门外, 你听到了门板像被小猫爪子挠着似的响, 你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房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你感到自己的行为很龌龊。 在大虎和珍珠的洞房里, 痛苦压倒了欢乐。 当大虎冲动地搂住珍珠时, 珍珠推开了它。 你是我的老婆。 大虎, 我是你的老婆, 但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处女, 我被几个歹徒轮结过。 她的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大虎, 大虎的身体紧缩着, 憋了半天才开口。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 大虎, 你别逼我, 我现在不愿意, 我没有心思。 你一夜没合眼, 想言一只接一只地抽。 你把早已埋在心底的往事, 翻来覆去地回忆着, 好像在回味一天毒药。 其实也不是你想回忆, 是回忆自己要回忆。 理智做不了回忆的主啊。 你首先想起的, 当然是你的新婚之夜。 小强早已睡了, 你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眨着眼看雪白的墙壁。 你的眼睛枯涩, 但丝毫没有睡意。 你的丈夫秦孝强合一躺在床上, 那条尿湿了的裤子早已换了, 换上的是一条开裆的大裤子。 这是秦书记当着你的面给他换的。 他给儿子换裤子时, 特别地看了你几眼。 你猜到了他的意思, 他是在给你示范。 他的意思是, 今后这件工作就应该由你来做了, 因为你已经是他的妻子。 他睡得很香, 葫芦声惊天动地。 除了打葫芦, 他还会磨养。 除了磨养, 他还时不时地扒着嘴, 仿佛在睡梦中吃着香甜的东西。 他的身体摆成了一个大字, 将一张巨大的双人床占了大半。 你想不出, 自己怎么会跟这个人睡在一张床上, 但他已经是你的丈夫了。 他的开裆裤裂开着, 那个男人的玩意儿坦率地伸了出来。 你不经意地看了一眼, 便急忙将眼睛转开了。 但你还是忍不住地又去看。 因为你感到很纳闷, 你知道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但床上这个男人却与众不同。 他硬了起来, 像一根秀丽的小辣椒。 这个小东西安在小男孩身上是恰当的, 甚至是美丽的。 可是他身高将近一米八, 体重怕已超过了九十公斤。 长了这样一个小辣椒, 就显得古怪而滑稽, 让人哭笑不得。 但是他竟然也能硬了起来, 而且他还抖动着, 好像在对你点头致意。 突然, 一股焦黄的液体从那里滋了出来, 停顿了一下, 好像小谷的先头不对, 然后大部队就直直地滋了出来, 升到一定的高度, 散落下来, 落在床上, 落到他自己的大腿上。 房间里洋溢着一股很骚的气味。 他刚刚往外滋水时, 你简直惊呆了,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也弄不太懂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秦家混饭吃的那些日子里, 你从小强的被褥上猜到了 他善于尿床, 但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尿床过程, 平生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种新鲜而刺激的经验,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 与你毫不相干的人身上, 你会感到很好玩, 但一想到这个人 是自己寄托终生的丈夫, 你的心便猛地沉到了无底的深渊。 他翻了一个身, 将两扇庞大的屁股对着你,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太好说, 但还是说了吧, 他憋足了劲儿, 放了一个响亮的大屁, 吓得你从椅子上弹跳起来。 你感到实在不能在这间 布置的大红大绿的洞房里 待下去了, 尽管当地有新婚这夜, 新媳妇不得离开洞房的救赎。 我这算什么结婚? 你感到荒唐, 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你走出房间, 进入客厅, 月光从窗户里射进来, 在眼前的地面上, 投射出了几块银白的光辉。 你嗅到客厅里一股浓浓的烟味, 接着你看到一个暗红的光点 在藤椅那儿闪烁着。 那是秦书记坐惯了的位置, 他的臃肿的身体塞满了藤椅。 你听到他长叹了一声, 他开始说话, 鼻音很重, 嗡声嗡气。 管子,我知道, 委屈你了。 你的确感到很委屈。 也许这是一个错误, 还是那句老话,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太自私了。 我和你爸爸这代人, 虽然革命了大半辈子, 但脑袋里的封建意识还很浓厚, 我怕老秦姐的香火断在我手里, 同时我也忘不了门当户对。 我知道, 因为我的官位, 被小强找个媳妇并不困难, 但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 我说过, 我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 就像一个人亲手栽培出来的果实, 舍不得卖给别人一样。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犯了一个错误啊, 但是事情还没遭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这样吧, 蓝子, 你呢, 陪我点面子, 在这里委屈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和小强离婚。 他在婚案中用力地醒鼻子, 声音也哽咽起来, 你感到心里很温暖, 也很难过, 眼泪悄悄地流了满脸。 秦伯伯, 对不起, 我让您生气了。 有了这次推心致富的谈话, 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你在秦家住了下来, 与小强的关系恢复到了结婚之前, 就像一个大姐姐与一个善良的傻弟弟, 当然也不太像。 因为在法律上, 在名分上, 他毕竟不是你的弟弟, 而是你的丈夫。 你让家里的保姆在那张双人床旁边另安了一张单人床, 家里空房间很多, 你原本想与小强分室而居, 但怕伤了秦书记的心而作罢。 保姆在为你安床时, 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你知道, 他的心理想法肯定很多, 也讨厌这个半老婆子那张油光光的大脸。 在秦家工作的人, 用不了三个月都会有一张这样的大脸。 保姆刚来时, 还是一副刀条脸, 但你觉得犯不上跟这种小人斗气, 反正自己在这个家里也不会久畅。 替小强换尿裤, 替小强换尿裤, 晒被褥的工作, 你吩咐保姆去做。 在他的心目中, 你是这家的名正言顺的少奶奶, 是他的主要领导人, 他的饭碗能不能端牢全在你, 你要砸了他的饭碗, 不费吹灰之力。 所以他特别地巴结你, 对你发布的命令执行得很坚决。 如果你的命令和秦书记的命令发生冲突时, 他甚至会用你的命令去对抗秦书记的命令。 在没人的时候, 保姆与厨师在一起嘀嘀咕咕, 你亲眼看到过, 他怀揣着几把挂面出了家门。 在小巷里, 他从怀里摸出挂面, 交给了一个驼背的男人。 他在你的房间里给小强换背单时, 你问。 顾嫂, 白天在小巷里那个驼子是你什么人呢? 他浑身一震, 手软得仿佛连一条床单都拿不动了。 床单从他的手里掉在了地上, 他的油光大脸主同挂了一层灰土, 嘴唇也湿了血色。 是你丈夫吗? 是。 林同志, 您高抬跪手, 饶了我这一次吧。 保姆跪在你面前, 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家里还有个八十岁的婆婆, 还有三个光屁股的孩子。 起来您这是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只是看到您跟他在小巷里说话, 就随便问问。 从此, 保姆就像狗一样顺从着你, 连你的内裤都是他抢着帮你洗了, 你体会到了养尊处优的滋味。 你积极地投入了工作, 你主动提出去当采访记者, 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跑。 在台风袭击本地区时, 你身临占台风的前线, 在狂风暴雨中发挥一条条前线快速。 本台记者林兰的大名, 通过电波传遍了全区。 你在红树林养猪场采访时, 与猪场的过去战友们并肩作战, 从大风大浪里抢救猪场的母背。 这些背得来不易, 还是当年马刚他们驾着牧船到北部湾里捕来的。 你们手挽着手, 用薄弱的肉体抵挡着排空巨浪。 其实你们身后那些猪母背蓝早就被打得稀里哗啦。 你们的抵抗毫无意义。 多年后, 你想起那次台风, 深感到那是一个人人渴望牺牲, 到处寻找献身机会的年代。 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 的确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所以你们站在风浪里, 一个个豪情满怀。 你们迎着风浪高呼毛主席万岁, 但刚一张口就被海水差点呛死。 呛海水的滋味很不好受, 你们只好把时代的最强音憋在肚子里。 一排巨浪像奔涌的山丘, 挟着雷霆万军之力砸过来, 把你们的人强砸得七零八落。 你的身体就像打秋千似的被高高地抛起来, 然后又深深地跌下去。 你看到刚才与你拉着手的屈圆圆的小辫, 在浪花中闪了几闪, 然后就没了踪影。 一个巨浪再次将你砸下水去, 眼前一片灰蒙蒙的水汽, 耳朵里好像万马奔腾, 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你醒过来时, 已经躺在县医院里, 手背上插着书液的针头, 头上悬挂着盐水瓶子。 许多人在你的病房里进进出出, 你仿佛看到了父亲血白的头颅。 你跟护士要来了纸笔, 背椅着枕头, 赶写前线快讯。 为了拿笔方便, 你忍着痛, 让护士把原先 扎在右手上的针头拔出来, 扎在左手上。 你含着眼泪, 铺血红树林边英雄谱, 你写道。 神昭大地, 风雷洞, 毛泽东时代初英雄, 狂风暴雨何所聚, 青春肉体, 铸长城。 你在文章里 把你的战友们 比喻为任凭风吹浪打, 或自窥然不动的红树林。 你描写了战友们 为了抢救国家财产, 英勇无畏地 扑向大海的景象。 你写了战友们 迎着风浪高呼 毛主席万岁的情景。 你写道。 喊出这时代的最强音, 大家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当你写道, 巨浪把四个知青卷走时, 你的眼睛里 包含着泪水。 你在稿纸上 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你让护士找来医院领导, 让他们把电话线 拉进房间。 他们执行你的命令, 雷厉风行。 不仅仅因为 你是本县书记的女儿, 不仅仅因为 你是地位书记的儿媳。 你坐在病床上, 用悲壮的声音 将稿子 传给了地区广播局。 那边, 精通速记的局长 亲自接听, 记录。 记录完毕, 局长用激动的声音说。 林兰同志, 我向您传达地位秦书记 对您的亲切慰问。 我代表全局同志 向您表示 崇高的革命敬礼。 秦书记让您好好休息, 他马上就派车 去接您回来。 十几分钟后, 医院的广播喇叭, 县城的广播喇叭, 全地区八县一市的 九千八百八十九个 广播喇叭, 向全区人民 广播了你的稿子。 稿子是小齐播的, 因为激动, 他的嗓子颤抖不止, 仿佛北风吹过 农家的窗户指。 后来你得知, 当你也被巨浪捐走时, 马书正好在你和曲圆圆之间,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两难定理, 也是一次考验。 在那危急的关头, 其实他没有时间思考, 他是下意识地舍弃了曲圆圆, 扑到了你的身边, 对你伸出了援旧之手。 他很有经验, 用手揪住了你的头发, 将你拖向岸边。 后来, 他娶了曲圆圆的 腿有残疾的姐姐, 这个女人生下了马居后, 不幸因病去世。 台风过后, 你被提升为 县广播局的副局长, 那时你还不满二十三岁, 你是全地区最年轻的 副县级干部。 你, 林副局长, 回到洪树林, 在养猪场主任的陪同下, 去看了四猎狮的墓地, 在他们墓前献上鲜花, 在屈圆圆的墓前, 你心中百感交集, 你当然地回忆起 在食堂门前 那不愉快的一幕, 你的心里有一些内疚。 马叔呢? 他呀, 随着积帆船队 到公海上拖背去了。 繁忙而热烈的革命工作, 使你把个人的感情 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也使你把与小强离婚的事 放在了一边。 很快, 你又被提拔成 地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广播局副局长的职务 还捡着, 你可以列席地委常委会议。 你是, 不是常委的常委, 你是一颗灿烂的政治明星。 现在在秦家, 你不仅仅是一个儿媳妇, 更是秦书记的得力部下。 你们在饭桌上谈论的 多半是工作上的事。 你走起路来, 不自觉地风风火火了, 你说起话来, 不自觉地声色俱利了。 在你面前, 点头哈腰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一次要求各县 第一把手参加的 宣传工作会议上, 你坐在主席台上 做主题报告。 秦书记和众常委 在后边坐镇。 你不经意地一抬头, 看到爸爸坐在前排。 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 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恭恭敬敬地记录着。 他把笔记本推出去很远, 腰挺地笔直, 满头飞雪, 满脸色斑, 分明是一个 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你的鼻子发酸, 眼泪差点, 躲眶而出。 好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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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老人感。